還是可以做成這樣子 好 用擀面困的 就是這樣壓平 接著就可以保留三分鐘的氣 手是拱的 好了之後翻過來 在這裡 氣隱都會保留在前面左端的位置 在這裡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氣 不要讓它短的 不要讓它變長 是因為邊壓 一手邊推 一手邊拉長 接著我們會在表面氣泡會比較多 都一樣 最後也是一樣推進 好了之後也是一樣接縫 做好它 翻過來 翻著 我們會比較短是因為烤盤的原因 烤盤的原因 所以做起來會看起來比較短 那一般我們標準的那個短棍的法國 它會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兩個應該沒什麼差別 只是這個氣會比較多 氣孔會稍微大一點 就是沒有我們感冥棍 這樣OK嗎 四條 四條 你要錯開也可以 一個偏左一個偏右 錯開也是 這樣可以嗎 對齁 好了 最近八小時 把第二個 那個維諾瓦的麵糰拿出來 它放桌面 待會我們要準備分割 這樣 對齁 好 好